大家好,欢迎观看《读书片刻》。 在外人眼里,我挺幸福的。 32岁就稳坐公司总监的位置独当一面, 夫妻之间更是和谐美满, 结婚七年了,依然和新婚一样甜蜜。 可婚姻就是这样,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我看上去幸福美满的婚姻, 却有自己的难言之隐。 我跟我老公结婚七年,一直没有孩子。 年轻时候忙着奋斗不想要, 如今三十出头了,年纪虽不算太大, 可在想要,难度却是前所未有的大。 更要命的是,我忙,吴凯也忙, 每次当我兴冲冲地结束工作赶回家, 吴凯却常常一脸疲惫, 让我不忍提出要求。 唯一令我感到安慰的是, 我老公虽然三十多了, 不仅帅气不减, 反而越发有种成熟男人的魅力, 定期的健身房和饮食自律, 让他看起来还像是个二十几岁的小伙子, 甚至还有腹肌。 只是工作的疲惫冲散了我们的激情。 哪怕我将手探进他的衣服里, 努力想勾起他的兴趣, 他也只是轻笑一声, 捏捏我的脸, 今天太晚了, 老婆, 明天等我回来, 好好补偿你好不好。 我心里有点不舒服, 不过时间确实有点晚了, 我轻轻回握着老公吴凯的手, 心里盘算着, 明天尽快把工作安排好, 好早点回家。 第二天一早, 我和往常一样, 在吴凯温柔的早安文里, 迷迷糊糊地起床, 刚坐在卫生间马桶上。 余光就撇到垃圾桶里, 似乎有什么红艳艳的东西。 我生理期不是这个时候啊? 家里怎么会有卫生巾? 我猛了一下, 马上弯下腰仔细查看, 确实是一张用过的卫生巾, 而且牌子并不是我常用的。 家里除了我就只有吴凯, 而且卫生定期有阿姨打扫。 晴天霹雳一般, 我的脑袋嗡的一声, 家里有我不知道的女人来过。 难道是我老公吴凯带回来的? 我从来没想过, 老公会背着我有其他女人, 可透过卫生间的门, 看到在早餐餐桌上忙碌的丈夫, 我突然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感。 第二天下班回到家, 刚进屋, 吴凯就欺身上来了, 可还不等我释放自己的热情, 手指就触碰到了吴凯后背的几道微凸的东西, 像是抓痕。 那个位置, 明明就是做事时候, 女人抓的。 像是一柄利刃, 重重地刺在了我心头, 看着眼前热情的吴凯, 我本想质问吴凯, 可以想到白天两人的争吵, 或许又是我想多了, 这样太容易影响我们夫妻的感情了, 我不该这么多疑。 话问不出口, 却成了个疙瘩堵在我心口, 再没了那种心思, 只是苦笑道, 老公, 我今天累了, 想早点睡, 你也睡吧, 晚安。 吴凯疑惑地愣住了, 但也还是没强迫我, 在我额头上吸了一下, 就去洗冷水澡了。 当天晚上, 我几乎一夜未眠, 翻来覆去脑子里全是那几道抓痕, 眼看着天快凉了, 我决定快刀斩乱麻, 否则, 这就像个婚姻里的定时炸弹, 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把我和吴凯之间的感情, 炸得炸都不剩。 于是第二天中午, 我就给张伯伯, 也是吴凯的老板, 打了一个电话。 原本打这个电话, 只是为了了解一下吴凯在公司的情况, 却不想意外得知, 我父亲为了早日抱上外孙, 竟然委托张伯伯给吴凯放了半个月的假。 可吴凯不仅从来没和自己提过这查, 反而每天照常上下班, 甚至偶尔还以加班为有晚归。 整整半个月啊, 他去哪了? 我心口一疼, 但理智还在, 要查, 就要查个清清楚楚。 我拿出手机拨打了114, 报上了吴凯的车牌号, 谎称是车位被占了想让对方挪车, 希望他们帮我转接联系车主。 114查询转接之后, 会生成一个虚拟号码, 吴凯不可能发现是我。 我深吸了两口气, 电话接通了, 压低了声音, 此时的声音在电话里听起来, 应该完全不像我的声音。 您好, 方便挪一下车吗? 吴凯好像有些发愣, 但还是道, 您是不是打错电话了? 我停的是自家车停车, 我心里咯噔一下, 但还是保持着镇定道, 啊,我不确定, 您在哪个位置? 电话里一个女生好奇地道, 怎么了? 没什么, 宝贝是要我挪车的, 无凯语气一如既往的温和, 而后又对我道, 德林小区三栋的地下停车场, 这位置我们自己的买的, 你应该是打错了。 啊,这样的, 那打扰了, 没事, 我一股脑地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连吴凯的回话都没心思听, 仿佛用尽了全部的力气, 整个人都要虚脱了, 德林小区三栋, 据我所知, 她去那做什么? 那个说话的女人又是谁? 心头的猜测让我坐立不安, 当下也顾步的许多, 借了一辆车, 就直奔德林小区, 小区安保很好, 我说是进来接人的, 好说胆说, 保安看我车子还不错, 这才放我进来。 三栋的地下停车场很好找, 我很快就找到了吴凯的车子, 静静地停在车位上。 我找了个能看到她车子的位置挺好, 记下了停车位的区号编码, 直奔物业。 已想给车位续费为由, 物业人员让我稍等, 就去查询了。 工作人员手指在键盘上轻轻敲着, 落在我耳朵里, 却像是遭了雷。 很快她核对了一下后, 问我, 三栋二单元一千七百零二, 叫, 孙婷婷, 是吗? 轰的一声, 我哆嗦着夺门而出。 连后面物业人员又说了什么, 我都没听清。 陶冶似的回到了地下停车场, 坐回那辆自己借来的车子里。 孙婷婷, 这个名字简直让我奇耻大辱。 她是我和吴凯资助了五年的贫困生, 我对待她不说是视如己出, 也是用了真感情的。 衣食住行, 都是笔上不足, 笔下有余, 甚至还在她毕业那年, 主动提出让她先到我的公司实习, 积累些经验, 而职位, 就是我的助理。 这样一个贫困生, 她是怎么买得起德林小区这么贵的房子的? 双手死死抓着方向盘, 我还抱着一丝希望, 说不定是崇明, 说不定都是误会。 没让我等很久, 停车场里, 吴凯就搂着孙婷婷出现了, 两人有说有笑, 轻易地走到了车边, 我一惊, 下意识地往下去躲, 手紧紧捂着嘴, 我把哽咽都咽回去。 吴凯真的出轨了, 而且对象还是我资助了五年的贫困生, 我的助理。 说实话, 我想不明白自己和吴凯怎么会走到今天这步。 明明之前我们还是那么相爱的一对夫妻, 别说像别人那样动辄砸东西了, 就连吵架都是极少的, 吴凯怎么会出轨? 眼泪不要钱一样, 顺着脸颊往下掉。 不知道过了多久, 我才慢慢缓过神来。 三十二岁了, 我不能暂时遇到事情 只会哭哭啼啼的小女生了。 既然吴凯跟我没有感情了, 我也没必要追着她, 像个索赔的顾客一样苦苦哀求。 抹了一把眼泪, 我让自己逐渐冷静了下来, 直接开车回到家里, 本想查看梳理一下自己的财产状况, 却不料在抽屉里无意中发现了一份贷款协议。 是当初吴凯买车的时候我签的, 当时也没仔细看, 因为本来也不差这点钱。 一开始是想全款买的, 是吴凯极力要求, 说全款买不划算, 还不如留着现金里才收益多。 我想了想也有道理, 就同意了, 这会儿我细看之下, 却发现了问题。 当中有一条, 若贾方不能按时提供还款, 则以房产质押的方式强制归还。 房产质押。 我心里咯噔一下, 也就是说, 如果我现在和吴凯离婚, 要么我继续帮他还车贷, 要么房子就要被收走了。 我跟吴凯的房子, 是我爸妈买的, 当时因为不想写上吴凯的名字, 我们之间还闹了不愉快, 他意见很大, 直到两年前, 贷款给他买了车, 他也就没说什么了。 原来是在这算计我的房子, 脑海里闪过吴凯忽悠我给他投资的事, 以及种种。 七年婚姻的感情在赤裸裸的现实面前被击得粉碎, 我对吴凯失望透顶, 望着四周无比温馨的摆设, 只觉得格外讽刺。 我无法相信自己苦心经营了七年的婚姻。 到头来, 竟然是一场骗局。 靠坐在卧室的地上, 我望着床头墙上那张放大的婚纱照, 又气又悲伤, 整整一个下午都没缓过进来。 一直到天都黑了, 大门有了响动, 吴凯回来了。 老婆, 怎么不开灯啊? 吴凯一边说着, 一边将灯打开。 我从沙发上站起来揉着眼睛, 太累了就睡一会儿, 我一会儿要在书房加班, 你自己弄点吃的吧。 吴凯有些莫名其妙, 但态度还算好, 那你休息吧, 要是饿了就喊我, 我给你做宵夜。 我应了一声, 就钻进了书房。 其实我是不知道怎么面对吴凯。 见到他人, 我总是觉得一切都是假的, 可那份贷款合同就那么摆在我面前, 像是要把我整个人撕裂一样。 那天晚上, 我是在书房睡的, 隔天早上, 我起得有些晚, 吴凯已经走了, 还在餐厅的餐桌上留了纸条。 鸡蛋在锅里, 三明智在微波炉, 转一下就好了, 亲爱的老婆, 再忙也要记得吃早饭哦。 望着纸条上的内容, 不知道怎么了, 我一阵反胃, 险些吐了出来。 我自己也很惊讶, 顿时也没了胃口, 但日子总得过下去。 我起身把早饭丢进了垃圾桶, 给好友陈鹏打了个电话。 他专业是法学, 毕业之后, 更是专攻离婚官司, 当初我结婚的时候, 他还开玩笑。 希望这辈子也别求他办事, 我当时还信誓旦旦, 没想到还是求到他头上了。 陈鹏, 是我, 顾宁心, 我咬了咬下嘴唇, 苦笑道, 我可能要求帮个忙了。 陈鹏也是聪明人, 瞬间就从吊儿郎当的口吻, 正经了起来, 好, 需要我做什么? 你说, 我要和吴凯离婚, 但现在有些麻烦, 他之前骗我签了个贷款合同, 有蹊跷, 你什么时候有时间? 我们见面聊一下吧。 陈鹏那边一阵键盘响, 没多久就给了我个确切时间。 第二天晚上, 在我家楼下的星巴克, 挂断了电话, 我还是觉得胸口很闷, 深呼吸的同时, 我暗自提醒自己, 既然已经下定决心要和吴凯了断了, 就应该一条路走到黑, 不再扭扭捏捏地执着过去。 毕竟开工没有回头见, 然而, 不知道是不是想到了吴凯的缘故, 我竟然又是一阵干呕恶心, 我最终还是冲向了卫生间, 接连不断地恶心干呕, 让我心神不宁, 最终想到一个不好的预料。 为了印证这个想法, 我顾不得其他, 当即就去了医院。 虽说在临出发前, 我已经隐约有了猜想, 可当真的检查报告下来, 望着上面已怀孕的结果, 我却还是觉得不可思议, 甚至有些百感焦急。 我没想到这个孩子会来得这么地不合时宜。 明明曾经我是那么地希望他来, 可他迟迟不来。 眼下我和吴凯婚姻破灭, 他却来了。 我看着壁钞图上小小的生命, 向来很有主意, 也很独立的我, 竟不知该如何是好。 我想不通自己该不该要这个孩子, 因为一旦我要了这个孩子, 那我跟吴凯就永远没有纠缠清楚的一天。 孩子会像是一块标签, 阻隔我和吴凯的一刀两断, 同时又提醒我血浓于水的重要性。 可如果不要这个孩子, 我已经三十二了, 本身受孕就困难, 能怀上就是万幸, 如果打掉了, 很可能后半辈子也没机会再生了。 更何况, 毕竟那是一条活生生的生命, 哪怕我是他的母亲, 也没有权力剥夺他生的希望啊。 正当我心烦气躁, 想不出该怎么办的时候, 余光突然瞥到了吴凯的身影。 他像是也看到了我, 急匆匆地朝我跑来, 老婆, 你怎么在这? 你没事吧? 你怎么在这? 我看着他, 眼中有明显的惊讶。 我陪领导来拿药, 他高血压, 吴凯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 抬头打量着四周, 见我是来看的妇产科, 不禁神情有些怪异地看向我, 道, 你怀孕了。 他将视线落到了我的腹部, 而后满怀悉悸地看着我。 我看着他脸上切换自如的神情, 心下付菲他装模作样。 明明一点也不希望我怀孕, 却还装作一副满心期待的模样, 但面上却流露出失落, 摇头道, 我也以为是, 但医生说我只是未病犯了。 与此同时, 为了不让他发现我的谎言, 我洋装弃脑地起身, 将家有臂抄图的诊断书丢进了旁边的垃圾桶里。 伴随着我话音落下的同时, 吴凯隐晦地松了一口气, 如果不是因为发现他出轨, 或许我根本不会察觉。 就是这个细微的动作让我确信他根本没想跟我生孩子。 敷衍着吴凯, 我一个人开车回到了家里, 消化了一下这个突如其来的孩子, 没费多大的力气, 就做好了决定。 我要一个人将孩子抚养长大。 第二天晚上, 我在星巴克见了陈鹏, 他看了合同之后, 险些破口大骂。 这孙子, 我跟你说宁心, 这合同很专业, 应该是找了专业的律师做的, 这小子就没安好心。 我早就心里有数, 但听陈鹏说出来, 反而没那么难受了, 那现在该怎么办? 这狗东西, 你放心, 我亲自去查它, 非得让它净身出户, 给我滚蛋不可。 我谢过了陈鹏, 又和他闲聊了两句, 回到家的时候, 已经九点多了。 原本我以为这个点回家, 吴凯早就吃过饭了, 却不想我前脚刚进入玄关换鞋, 就闻到了一股浓郁的饭菜香。 你身体才刚好一点, 怎么又开始加班了? 吴凯一边说着, 一边从我手中接过大衣和手提包, 将其挂到玄关架子上的同时, 真是, 赶紧洗手吃饭, 我去热菜。 我拧了拧眉毛, 刚想开口拒绝, 后者就抢先一步开口道, 我知道你要说自己在公司吃过了, 但是外卖哪里有我亲手做的有营养。 吴凯说完, 便从厨房端了一碗汤出来, 朝着我苦口婆心地劝慰道, 乖, 就算你不想吃饭, 但多少喝汤吧, 听说暖胃, 是我专门给你熬的。 汤碗都端到了跟前, 我虽然皱了皱眉毛, 但还是接过来喝了。 刚放下碗, 吴凯就从身后抱住了我, 老婆, 碗放着明天早上我来洗吧。 雨碧, 她放在我腰间的手, 开始不安分地游走了起来, 眼下时候也不早了, 咱们先休息吧。 身上传来的触感, 让我莫名觉得恶心, 当下便伸手, 制止了她的动作, 道, 我胃还没好, 医生说不能剧烈运动, 改天吧。 老婆, 我最近是不是惹到你了? 吴凯愣了愣, 满脸诚恳道, 我怎么觉得, 你总躲着我。 哪有, 太忙了, 身体也不太舒服, 我推了推她道, 过几天就好了。 你最近都不跟我一起睡了, 一个人在书房里闷着, 吴凯说着 竟还有些委屈, 我什么都不做。 你能不能今天跟我一起睡? 我很想答应, 但我刚想说话, 就是一阵反胃。 冲到厕所里, 干呕了好一会儿, 吴凯跟着拍了好久, 这才好了些。 吴凯忧心忡忡道, 老婆, 你这次胃病怎么反应这么大? 明天你请个假, 我陪你去医院看看吧。 我没事, 我摆了白手, 可能是汤喝得有些急。 吴凯抿了抿嘴, 正巧这时候 陈鹏打来了电话, 说是有发现, 我便推脱说忙工作, 独自进了书房, 繁锁。 打开电脑邮件, 我望着屏幕上 那一张张亲密的照片, 脑海中回荡着陈鹏的话, 他们俩五年前 就勾搭在一起了。 而且你们一直没孩子, 应该也是吴凯动了手脚。 心寒到极致, 我甚至有些 颇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 怪不得, 怪不得, 整整七年, 我都没发现端倪。 因为孙婷婷是我的助理, 所以平时 我工作上的安排, 她都是最清楚的。 因此, 我要是临时 要去做什么的话, 也会事先 在时间上和她沟通, 避免耽误正事。 本来这在我看来 是很正常的流程, 可没想到 却成了他们 暗度陈仓的手段。 接下来的几天, 我去查一下 她的经济状况, 资金走下, 你放心宁心, 我绝对不会 让你吃亏的。 好, 我苦笑了一下, 那孩子的奶粉钱 就麻烦你了。 奶粉钱, 陈鹏后知后觉, 你怀孕了。 对, 我伸手摸了摸 尚未隆起的肚子, 所以, 我就替孩子 谢谢陈叔叔了。 没问题, 陈鹏一口 硬了下来, 又夸昧了我两句, 就挂断了。 第二天上班, 我刻意把孙婷婷支开, 借给了隔壁部门。 本想眼不见心为静, 却不料晚上回家, 一进屋, 就看到吴凯和孙婷婷 并排坐在一起, 桌上摆放着茶点。 老婆, 这个点你怎么回来, 吴凯见我进屋, 连忙起身迎了上来, 想要接过我手中的包, 但却被我避开了。 怎么? 我回来的不是时候, 我反问, 顺手将包挂在衣帽架的同时, 侧身越过吴凯, 走进了客厅。 怎么会呢? 吴凯陪笑, 连忙跟上了我的步伐。 老婆, 那个我今天调休, 然后婷婷说 她不小心把钥匙锁进屋里了。 虽然她说 已经打了开锁公司的电话, 但得要房本。 她一个租房子的哪有那个, 只能等她室友明天出差回来, 所以我就让婷婷先来我们家住一晚。 是啊, 孙婷婷见我走近, 连忙起身附和, 宁心姐, 我就打扰一天了。 我目光触及桌上 已经泡到没了颜色的茶水, 以及被吃的所剩无几的茶点时, 我又是一阵反胃。 这么明显的东西, 我以前怎么就没见到? 我打了个哈哈。 就进了书房, 再没出来, 半夜上厕所的时候, 却听到客房里传来细细琐琐的声音。 虽然屋内做了隔音效果, 我听得并不是很真切, 但我凑到门口, 悄悄拉开一丝缝隙, 依稀听到了钱、投资、贷款这类字眼。 心都凉了大半截, 原来, 他们俩盯上我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 捏手捏脚地回到书房, 陈鹏则发来消息, 告诉我他已经查到了很多关键性证据, 足够让吴凯净身出户。 比如, 他用我们两个的共同财产, 给孙婷婷买了一处房产, 在德林小区三栋二单元一千七百零二, 还用我的身份证悄悄借了非法的小额贷款, 给老家重新盖了房子, 还给他弟弟买了车。 而这一切的代价, 就是我们这么多年的全部。 说一句, 赶尽杀绝都不为过。 我瞬间明白吴凯为什么不愿意跟我生孩子, 他原本就没打算和我过多久, 而是准备在敲我一笔竹杠后和我离婚。 我强忍着胸腔传来的反胃, 两久地沉思过后, 回复, 那些被吴凯抵押的东西有办法拿回来吗? 有, 陈鹏向我承诺道, 我手上已经有了吴凯出轨 和转移你财产的证据, 眼下只需要再证明 涉案的那笔钱 从头到尾都没有进过你的账户, 而你也从未消费过那笔钱就行了。 与弊, 他似乎是看出了我的担忧。 又重新补充了一句, 道, 你放心, 这件事我有九成的把握, 能把这笔烂账记在吴凯的头上。 那就好, 我轻声嘟囔了一声, 见陈鹏掏出手机拨打电话, 以为他晚点有事, 正准备告辞的时候, 就听到他挂断电话, 低头开始收拾自己的公文包。 我准备明天去那栋房子, 看有没有什么生活轨迹, 陈鹏顿了顿道, 你要一起去吗? 我一口硬下来, 不去, 不死心啊。 我点头, 乘坐陈鹏的车一起回到了小区, 站在家门口隔壁那套, 以我的名义贷款, 房产本上却不是写我名字的房门前, 心中百感焦急。 尽管我早有预料, 可当我真的站在属于他和出轨女人的爱巢门口时, 内心还是会忐忑不安。 因为这是曾经对我山盟海誓, 甚至是我结婚证上的丈夫, 未来孩子他爸跟别的女人的家, 是他们的家。 好奇这扇门打开后, 里面的装修风格是怎样的? 注意家具是什么材质的? 甚至连瓷砖地板的花纹我都会在心中联想。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我一连深吸了好几口气, 才叫陈鹏打开了门。 房门打开, 入幕是成队的粉色拖鞋, 款式是所有少女都会喜欢的款式。 整个房间的装修风格偏粉色, 一看就是孙婷婷主导的装修, 哪怕是沙发茶几桌布这些细节的布置, 也都透着青春洋溢的气息。 相比之下, 我跟吴凯的房子就显得那么的老气横秋。 而更让我惊讶的是, 因为两套房子的格局差不多, 被我拿来当书房的小客房, 在这套公寓中却成了展示房, 整整一面墙被做成了展示柜, 罗列着各种游戏手办、海报, 甚至还有孙婷婷和吴凯外出游玩, 一起看比赛现场的合照。 望着照片上那样笑容灿烂的吴凯, 我原本就在眼眶打转的泪水, 再也忍不住地流了下来。 我和吴凯从认识到结婚, 这中间将近八年的时间里, 从未见过他在我面前展露过这种笑容, 更未曾想到过他除了球赛外, 竟然还喜欢收藏游戏手办和海报。 原来,我一度以为深爱我的男人, 却从未在我的面前卸下过伪装。 他的所有不符合年龄的成熟和稳重, 全部是他拿来掳获我芳心的手段。 而他真实、可爱、活泼、青春、活力的一面, 全部都给了另一个女人。 平心而论,虽然我心有不甘, 可同时我也忍不住想。 如果当初吴凯在我面前展露出的是这样一面, 我还会不会喜欢他, 甚至是嫁给他? 我不会喜欢那样的矛头小子的, 一开始就是错的。 他的追求、体贴、故作的成熟稳重, 都是假的。 在我陷入这种漩涡的时候, 陈鹏已经拍了不少照片, 便对我道, 走吧,一会儿来人就不好了。 我点了点头,和陈鹏并肩往外走, 亲手关上了房门。 心里清楚得如明镜一般, 我和吴凯整整七年的婚姻, 算是彻底走到了尽头, 再也没有办法挽回了。 送走了陈鹏, 我独自开车回到办公室, 正准备整理一下就下班, 吴凯却来了。 他依旧温柔如旧, 一见面就和我热情地寒暄着。 只是,当我坐上车, 屁股还没将副驾驶的座椅捂热, 他就心急如焚地 再次向我提及了注资的话题。 吴凯趁着等候红绿灯的空隙, 侧头看向我, 道,老婆, 你那个资金还要多久到账啊? 我不算算日子, 陈鹏应该也快安排好了, 但面上还是不动声色, 怎么了? 果不其然, 在我话音落下的同时, 吴凯就立刻接声道, 最近有一个项目找上来, 是大项目, 机不可实施不再来的那种, 不过现在资金还差点, 如果接的话, 可能会有合同危机, 所以我还没有正式答复对方。 我文言冷笑, 心下明白他是在变相催促我 尽快签署合同, 给他资金, 但是面上却不动声色, 扬装成没有听懂的模样, 转移话题道, 先开车吧, 后面司机再催了。 吴凯皱眉, 对于我的反应原本就心有不甘, 再加上身后又不断传来滴滴的鸣笛声。 当下便一脸烦躁地回暗了几下喇叭, 然后才重新发动了车子。 回到家后, 吴凯虽然对于我在车上装傻的事情有所不满, 可还是殷勤地在第一时间钻进了厨房准备晚饭。 而我也在这段时间躲入了书房和陈棚沟通, 得知一切都安排好了, 我可以签合同之后, 便给吴凯露了口风。 吴凯文言欣喜若狂, 当即便跑到客厅, 从自己的公文包里取出一份合同, 让我签字。 我看着他的背影心底一阵酸楚, 但面上却镇定自若地签了合同。 之后, 为了确保计划的顺利进行, 我洋装好奇地将话题转回了在车内他提及的项目上。 一番交谈下来, 我确信吴凯口中能赚大钱的项目, 就是我陈棚安排的局。 于是, 为了尽快和吴凯划清界限, 让他早日掉入陷阱, 我表示了同意。 吴凯对于我的反常丝毫没有察觉, 一心沉浸在我松口签订合同的事情上, 甚至兴高采烈地跟我筹划起他未来的事业。 第二天一早, 我就安排给他的账户里打了第一笔钱, 吴凯收到资金后, 立刻圆形毕露, 兴冲冲地离开了家门。 我看着他离去的背影, 心里五味杂陈。 我知道, 接下来他很快就要面对无尽的绝望了。 日子平静地过了几天后, 我惯例去医院产检, 谁知一回到家, 就看到地上一片狼藉。 而此时, 吴凯正坐在沙发上, 一双眼睛血红, 右手紧紧地攥着一份投资合同书。 我心下了然, 但面上仍旧疑惑地询问, 怎么了? 面对我的询问, 吴凯一反平时的温柔, 朝着我开始破口大骂。 骗子? 他们都是骗人的。 当时说好了, 我去收东西, 够了数量, 他们在一起收购, 结果他们却放我的鸽子。 还有合同, 那个合同也有问题, 赔偿数额根本比不上我的收购金额。 他歇斯底里地喊着, 我只是安静地听着, 一句话也没有说, 直至吴凯冷静下来, 察觉到自己的失态, 转而朝我嘘寒问暖。 老婆, 对不起, 我刚刚太着急了, 你别放在心上, 钱我一定会再赚回来的, 你。 他话说到一半突然噤声, 像是意识到了我的沉默, 一双眼眸直勾勾地看着我。 我默不作声地回望他, 眼神里甚至有些怜悯。 四目相对中, 兴许是他察觉到我目光里 没了平日的柔和目光, 愣了一愣, 话也停住了。 我收回视线, 叹了口气, 突然觉得很累, 我们离婚吧, 吴凯。 离婚吧。 老婆, 你是在开玩笑吧? 吴凯如梦初醒般地看着我, 一双手轻轻地捏着我的胳膊, 有些尴尬地笑了笑, 道, 好端端的, 你瞎说什么呢? 我抬手扒开了他捏着的胳膊, 神情镇定地摇头道, 你想多了, 我没有无聊到 要拿离婚这种事和你开玩笑。 与毙, 我抬头对上了他震惊的目光, 苦笑道, 我们之间走到这一步, 很多话, 也没必要都说清楚, 好聚好散吧。 吴凯明显还没从我要和他离婚的震惊 从醒悟过来, 依旧目光呆滞地看着我。 我按照早就准备好的话术, 一口气道, 房子是我家买的, 所以离婚后你就搬出去住吧, 至于车子你可以开走, 毕竟这么多年了, 存款我也可以分你一半, 还不等我把话说完, 吴凯就出声打断了我, 我是不会和你离婚的。 伴随着他话音落下的同时, 屋内的气氛一下子凝重了起来。 吴凯一双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 仿佛是想把我看透。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就在我犹豫要不要换个时间再找吴凯聊的时候, 他突然上前握住了我的双手, 道, 老婆, 你为什么要跟我离婚啊? 是我哪里做得不好吗? 还是你外面有人了? 我闻言冷笑, 瞬间打消了继续和他谈话的想法, 转而冷声回应道, 你一定要我都说出来吗? 吴凯, 这么多年你该了解我的, 没有切实的证据, 我不会这么说的。 吴凯身体一僵, 脸色乌清, 只是死死盯着我。 我拿起自己的手包, 将里面有关吴凯出轨的照片和资料, 还有离婚协议, 一股脑地倒在了桌子上。 吴凯拿起桌上的东西, 脸色肉眼可见地阴沉了下去, 半晌, 他把东西扔回桌子上, 再没了往日那种温文尔雅, 而是满脸阴质,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怎么? 我不该知道吗? 我痴笑, 也许是失望的太多, 此时看着面色如土的吴凯, 我竟然只剩下无语。 作为我的丈夫, 她出轨了, 面对我的质问, 她第一反应, 竟然不是心生愧疚, 觉得对不起我和孩子, 反而是质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这简直是太可笑了。 还是说, 她觉得, 我蠢得要等她踹了我, 才能发现。 没有, 我, 吴凯舔唇, 像是没有想到我会反唇相机, 隔了许久才弱弱地接口道, 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和你解释。 你仔细看看, 这些东西, 我苦笑了一下, 你还想怎么解释? 我冷笑着摇头, 望着甜不知耻的吴凯, 心下竟生出了几分陌生。 若不是因为这次的出轨事件, 我恐怕永远都见不到吴凯的这幅面孔吧。 吴凯嘴唇微张, 像是还想要说点什么, 可对上的目光后, 他最终还是选择了咽下。 我站起身来, 劝道, 如果我是你, 我会接受我先前提出的财产分割方案。 毕竟, 无论是车子还是房子, 亦或者是存款, 都是我的, 何况你还是婚姻的过错方, 闹上法庭, 凭着这些东西, 我完全可以让你净身出户。 吴凯, 临到结束, 别搞得那么难堪行吗? 说完, 我便提着包, 离开了家。 我在楼下站了一会, 想起之前离开时, 吴凯看向资料的目光, 我不禁苦笑。 此时的吴凯恐怕还在研究那堆资料吧。 这样想着, 我发现自己竟然一点也不难过。 相反心情还有几分舒畅, 仿佛一直压在心里的石头, 终于被人挪开了一样。 长久的审视过后, 我逐渐释怀, 望着依旧停留在一楼的两个电梯, 深吸了一大口气, 转身微笑着迈开了步子, 大不留心地离开了这个 自己待了整整七年的家。 只是, 我坐在驾驶座内, 望着霓虹灯下四通八达的马路, 一时竟然不知道该去哪。 想来想去, 我还是开车回到了娘家。 母亲对于我的突然造访有些惊讶, 这么晚了, 怎么就你一个人回来? 吴凯呢? 我摇头, 心下不想和母亲谈论吴凯, 便主动贴开了话题, 道, 我怀孕了, 之前还不太稳定, 就没有告诉你和爸爸, 眼下医生说稳定了, 我就想先跟你们分享一下喜悦。 母亲文言欣喜万分, 当下也顾不得我还没有换鞋, 就直接牵着我上楼来到了她和父亲的卧房。 将床上早早睡下的父亲推醒, 道, 老公, 醒醒, 老公, 咱们女儿怀孕了, 你和我马上就要做外公外婆了。 父亲从睡梦中惊醒, 原本还睡眼惺忪的双眸, 因为母亲的话猛然睁大, 而后像是回过神来, 一脸兴奋地握着我的手, 关切道, 心儿, 是真的吗? 我点头, 刚想从包里取出医疗单, 母亲就抬手拍了一下父亲的手臂, 道, 你这老头真是怎么说话的? 咱们欣欣像是那种会拿怀孕开玩笑的人吗? 雨碧, 母亲狠狠地刮了父亲一眼, 然后才偏头将目光落到了我的身上, 道, 欣欣, 医疗单带了吗? 拿出来给爸妈看看, 带了, 我点头, 当下便将从包里取出的医疗单, 递到了两位老人的跟前, 道, 墨, 这就是我之前去施医院检查的医疗单, 伴随着我话音落下的同时, 母亲便伸手接过了医疗单, 只是, 他连看都没看就直接塞到了父亲的手中, 然后起身一边拉着我下楼, 一边朝父亲开口道, 你自个儿好好看吧, 我和欣欣先下楼了, 父亲见状, 当下也顾不得欣赏自己外孙的可爱模样, 直接起身跟随下楼, 客厅里, 我坐在两个老人的中间, 刚嘴馋想要啃点什么, 母亲就先一步拿起了桌上的苹果和水果刀, 开始了削皮的动作, 而父亲在得知我因为反胃, 这个点还没有吃东西后, 也主动揽下了进入厨房给我煮食物的事, 母亲闻言皱眉, 等父亲进入厨房后, 才眉头微皱地朝我埋怨道, 这个吴凯真是太不像话了, 再怎么说你现在也是一个身子两个人怀着孕呢? 他这个当老公的不送你回来就算了, 竟然还由着你不吃晚饭, 妈, 我抿了下嘴, 直到满也满不住, 便道, 我跟他离婚了, 这话说完, 原本还喜气洋洋的父母, 脸色顿时变了, 到底怎么回事, 父亲黑着脸道, 我一五一时地把事情都说了, 除了出轨, 孙婷婷还给他买房子的事, 我也嫌丢人, 想最后给自己的婚姻留个体面, 混账东西, 父亲气得够呛, 我马上就打电话, 让你张伯伯辞了他, 行了吧, 离都离了, 再说了, 我一个人又不是养不起孩子, 我打着哈哈道, 这样多好啊, 没人跟你和妈抢孙子了, 这话说完, 老爷子脸色才好看了些, 我赶紧给我妈使眼色, 我妈配合着, 才算是把这事混过去, 那天之后, 我就在家里住下了, 本以为可以顺利和吴凯离婚, 没想到他却找到了家里, 我刚下楼, 就看见他胡子拉叉地站在楼下, 见到我就苦笑一下, 我送你上班吧, 不用了, 我本能地想拒绝, 吴凯却说想和我聊聊, 我拉开车门, 坐进了副驾驶, 系好安全带, 吴凯就发动了车子, 只是两个人都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两相沉默下, 车内陷入了诡异的寂静中,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 车子已经开到了我公司楼下, 就在我打算解开安全带下车的时候, 吴凯突然开口了, 能不能不离婚, 他看着我, 一字一句说得格外真诚, 可落在我的耳中却有些刺耳, 我想, 如果我没有亲眼目睹 他和孙婷婷温馨的家, 没有亲耳听到他和孙婷婷一起算计我, 此时的我恐怕已经被他真诚的目光打动了, 想到这里我不禁苦笑, 过去和吴凯恩爱的画面, 也一幕幕在我的脑海中浮现, 我的沉默不语并没有打消吴凯求和的想法, 反而让他越挫越勇, 再一次开口, 朝我忏悔道, 老婆, 我知道这一次是我做错了, 我也知道你的气还没全消, 可为了孩子, 你能不能原谅我这一次, 毕竟这是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一个错误, 也不是什么不可饶恕的事情, 何况, 我只是身体出轨, 心里爱的还是你, 我文言回神, 觉得自己三观乍列的同时, 更惊叹吴凯的为人, 这还是自己一直以来深爱的那个礼貌温柔的男人吗? 在自己看来痛苦不堪的事情, 到了他的嘴里, 竟然只是一件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小事, 这简直就是天大的讽刺, 我强忍下心中五味杂陈的情绪, 抬头看着他, 一字一句地反问道, 如果是我呢? 如果是我跟别的男人在一起, 你也能这么轻描淡写地放过我吗? 吴凯愣神, 似乎没有想到我会这么问他, 沉默了好一会才出声回应道, 能? 我不能, 我解下安全带, 拉开车门, 吴凯, 既然你不喜欢我, 又何苦这样呢? 去跟你的孙婷婷过日子不好吗? 你放过我, 我们好聚好散, 不好吗? 话落, 我就迈开步子回了公司, 症状上, 孙婷婷抱着一个大箱子, 见到我过来, 连忙放下手中的行李包, 朝着我一阵道歉, 宁心姐, 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 我不该鬼迷心窍地破坏你的家庭, 我已经知道错了, 马上就会从这里搬出去, 我也答应你永远不会再纠缠姐夫, 求求你原谅我, 不要, 看着哭得声泪俱下, 与无伦次的孙婷婷, 我不禁有些纳闷, 这是唱的哪一出? 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她这个狠心的正宫娘娘, 棒打鸳鸯呢? 正当我打算说些什么的时候, 准备越过孙婷婷回家的时候, 吴凯也追了过来, 够了, 孙婷婷, 你走吧, 我和宁心都不想再看到你了, 本来在我的末世中, 孙婷婷认错的声音已经见低了, 可吴凯的话就像是一记强心计。 瞬间点燃了孙婷婷, 对不起, 宁心姐, 我知道错了, 我不该情不自禁地爱上姐夫, 都是我的错, 求你不要辞退我, 这份工作对我有多重要, 你也是知道的, 我真的不能没有这份工作, 求你了, 孙婷婷说着说着, 就屈腿跪在了我的面前, 一双手紧紧地拽着我的裙摆, 杏仁般的双眸, 此时正眼巴巴地看着我, 我铁唇, 顿时明白了, 他今天出现在我面前的用意, 原来他来找我不仅仅是示弱, 更多的是希望我能顾念旧情, 不要因为他和吴凯的情不自禁, 而砸了他来之不易的饭碗, 可这番天衣无缝的道歉戏码中, 无论是他还是吴凯都从未提及过房子的事情, 想到这里, 我哑然失笑, 真是好一个情不自禁, 简直就跟身体出轨是绝配, 如果说在这之前, 我对吴凯还有这个家有什么留恋的话, 那眼下在听到渣男贱女的轮番辩解后, 我真是一点念想也没有了, 甚至我都怀疑这两人是把我当傻子看待的, 所以才会这样一而再, 再而三地挑战我的三观和底线, 这样想着, 我便弯腰想要挣脱孙婷婷的抓扯, 可还不等我动手, 吴凯就先一步殷勤地掰开了孙婷婷拽着我的裙摆, 道,孙婷婷,我说让你滚, 你听不懂吗? 语弊, 吴凯像是为了向我表达决心, 直接将孙婷婷一把推倒在了地上, 然后起身看着我, 似乎想要说点什么, 然而我却没有给她这个机会, 因为此时我的心底一片唏嘘, 既有她对孙婷婷态度的转变, 也有自己及时醒悟的庆幸, 也许在吴凯的心里, 刚刚她推孙婷婷的那一下, 只是她用来寻求我原谅的一种手段, 可落在我眼里的却是真切的可怕, 毕竟, 今天她能为了得到我的原谅, 就那么无情地对待孙婷婷, 那么明天, 她肯定也能因为讨好别人, 而无情地对待我和孩子, 这样想着, 我便越来越觉得离婚这时托不得, 便再次道, 与其搞这种戏码, 不如早点签字跟我谈条件, 说不定我还能看在这么多年夫妻的份上, 稍微给你留点钱, 否则一旦闹上法庭, 你就什么也别想拿到, 我毫不留情地将最后的通牒下完后, 便转身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不知道过了多久, 我想出去倒杯水, 一推门, 吴凯居然就在我办公室门口蹲着, 他蹲在门口, 被靠着墙, 整个脑袋埋在双臂之间, 怂拉着一对肩膀, 见我出来还呼了一把脸, 我挑眉, 看着他的动作, 忍不住纳闷, 什么情况, 难不成他还哭了, 这样想着, 我便好奇地走了过去, 谁曾想我才刚靠近, 吴凯就突然伸手拽住了我的手, 道, 老婆, 我们不离婚好不好, 我真的不想失去你, 而且我和孙婷婷也只是娃娃, 从来没有想过要离婚, 以前没想过, 现在更不想, 所以你能不能再给我一个机会, 雨碧, 她像是看出了我的动容, 扑通一声, 竟然当着我公司人的面跪下了, 老婆, 你相信我, 我真的知道错了, 只要你愿意给我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哪怕是不原谅我, 我也会马上和孙婷婷贴亲关系, 并且保证改掉以前所有的坏毛病, 没完了, 我最后一点耐心告庆, 无语地看着痛哭流涕的吴凯, 吴语道, 吴凯, 你再这样, 我就叫警察了, 他大概他也没想到我这么绝情, 很是冷了一下, 抿了抿嘴, 这才站起来, 悠悠地出去了, 我无语地回了办公室, 连泡茶都忘了, 这下好了, 整个公司都知道我被人虑了, 心情不好, 人就更没胃口, 我干脆撬班了, 想着回家收拾一下自己的行李, 结果却在门口撞见了孙婷婷, 这俩人也太阴魂不散了, 我皱眉, 一脸不耐地开口道, 直接说吧, 你要干嘛, 宁心姐, 说实话我真的很感激你, 如果没有你, 我一个乡下丫头, 根本就不可能读大学, 更别说来大城市打工, 拥有现在的物质条件, 他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 像是被自己说的话感动到了, 一边泪眼婆娑地擦拭着眼泪, 一边朝我继续开口道, 所以我很清楚, 吴凯大概是我这辈子遇到的异性中, 条件最好的那个, 但宁心姐你不是, 你还可以拥有更好的, 你, 所以你现在是在求我成全你和吴凯, 还不等他讲话说完, 我就出声打断了他, 冷笑道, 真是可笑, 难道你不知道是吴凯不愿意和我离婚吗? 孙婷婷愣神, 像是没有想到我会这么说, 迟疑了片刻才出声道, 我知道, 我也知道, 我现在这么来找我不对, 可我已经没有退路了, 我对此不屑一顾, 刚准备越过孙婷婷离开, 下一秒他就从包里取出一张报告单, 递到了我的面前, 道, 我怀孕了, 与避, 他哭得梨花带雨, 我没想到孙婷婷给我带了这么一份大礼, 两久的凝视后, 我决定先绕过孙婷婷离开, 可孙婷婷却像是发了风似的, 不依不饶地拽着我, 不让我离开的同时, 嘴里念叨着, 宁心姐, 算我求你了, 你就把吴凯让给我吧, 此时虽然是黑夜, 但路上偶尔还是有人路过, 好事者的围观和议论, 让我心底最后一道防线崩塌, 我看着孙婷婷伤心欲绝的模样, 再也克制不住心中的脑溢, 一把甩开了她拽着的手, 冷声反击, 我已经和吴凯提出离婚了, 是她跪在我面前说不想离婚, 不是我不愿意离婚, 这一点你最好搞清楚, 另外, 不管你怀孕了, 还是没怀孕, 这些都跟我没关系, 我不关心也不在乎, 我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 看向四周开始转变立场, 责怪议论起孙婷婷的路人, 眼底闪过一抹不耐, 难不成你还指望我能祝福你们, 孙婷婷大概也没想到, 不想离婚的是吴凯, 而不是我, 整个人都愣住了, 我能从她的表情里猜出一二, 但早就懒得去管, 干脆地给陈鹏打了电话, 让他准备走司法程序, 陈鹏动作很快, 他常年和法院打交道, 熟人多, 很快就受礼了, 我猜要不了多久, 吴凯受到了法院的传唤, 就回来找我了, 果然, 没消停两天, 吴凯就打来了电话, 约我见面, 我本来以为是吴凯同意离婚了, 所以就喊上了陈鹏一起, 可让我没有想到的是, 等我人到了地点后, 才发现不仅是吴凯在, 就连孙婷婷也在, 而且旁边还坐着一个律师, 据说姓张, 我看着坐在座位上, 静静等待我到来的三人, 瞬间就被气笑了, 我怎么都没想到, 吴凯的脸皮会这么厚, 竟然在律师的陪同下, 脱家带口地和我谈离婚, 我强压着心中的吴语, 走到他们那桌坐下, 两个律师见面, 先是照例寒暄, 然后才坐下各自辩论, 说了一堆在场, 除了他们谁都听不懂的名词后, 张律师对着我突然发问, 据我所知, 我当事人之所以项目失败, 是你做的吧? 我冷笑了一下, 你有证据吗? 真的是你, 吴凯恨恨地看着我, 脸色铁青, 顾宁心。 你怎么能这么狠? 我狠, 我冷笑了一下, 接过陈鹏递过来的文件袋 丢在了桌子上, 没有你狠。 孙婷婷一愣, 想伸手去拿文件袋, 却被吴凯抢先拿起来丢了出去, 一改往日地温文尔雅, 沉着脸双眼血红, 恨不得吃了我一斑。 这么多年夫妻, 你却给我挖坑跳? 吴凯, 我看了一眼旁边的孙婷婷, 没戳破她, 我要是你就不在这个问题上纠结了, 你觉得呢? 吴凯恨恨狠地垂了一下桌子, 不作声了。 我大概就能猜到, 她这样算计我, 孙婷婷更是不知道的。 她大概只知道, 吴凯能从自己这里拿到钱, 但不知道这是吴凯从我这片的。 吴凯收了声, 在跟陈鹏的小声交流后, 也一脸地理亏。 而此时, 孙婷婷适时地握了我吴凯的手。 那模样, 可怜兮兮的, 好像我才是那个咄咄逼人的恶婆娘。 就算这样, 张律师咬了咬牙道, 她怎么说也是你的丈夫, 夫妻共同财产总还能分走一半吧? 敢问什么叫夫妻共同财产, 陈鹏冷笑着反问了一句。 对方被噎了一下, 立刻不作声了。 陈鹏高声道, 夫妻共同财产, 指的是夫妻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收益, 但是张律, 你怎么不说还规定, 婚姻过错方可依情况少分, 情节严重的可以不分。 陈鹏咄咄逼人道, 你的当事人不仅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出轨, 还有了私生子, 这还不算情节严重。 张律师眼看说不过了, 只能磨了末后槽牙, 从我身上下手。 顾小姐, 做人总得有点侧隐之心, 我当事人工作也没了, 还要养孩子。 养孩子就可以多分钱, 我冷笑了一下, 要是照这么说, 我也要养孩子啊。 在场除了陈鹏之外, 所有人都愣住了。 您, 你这是什么意思? 张律师惊讶地问我。 字面意思, 我冷笑了一下回道, 吴凯反应最大, 你怀孕了, 已经跟你没关系了, 我冷笑了一下, 既然是这样, 孩子的事是不是就算抵消了? 我怎么不知道, 我的孩子, 为什么要跟你通报? 我歪着头质问他道, 再说了, 你正忙着算计我, 有时间吗? 我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 将目光落到了吴凯的身上, 冷声补充道, 吴凯。 你自己摸着良心问自己, 走到这一步前, 我到底有没有给过你机会? 是你自己不珍惜这个家, 那我也什么可留恋的了? 雨碧, 我收起神伤的模样, 扭头朝着陈鹏道谢, 陈律师, 谢谢你能过来, 今天我就当着他们的面, 将这件事情全权委托给你, 往后你只需要在开庭的时候喊我就行了。 我说完就伸手叫来了服务员, 将单买完后想起吴凯以往的行为, 又不放心地朝他补充道, 吴凯, 麻烦你忠于自己的选择, 以后甭管有事没事, 都不要再联系我了。 该是我的我一分不让, 不该我的我一分都不要。 说着, 我就掏出手机, 当着众人面将吴凯的所有联系方式拉黑后删除。 做完这一切后, 我就和陈鹏道了别, 然后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店铺。 身后, 吴凯本来还想要起身拦我一下, 但被手快的孙婷婷拉了一下后, 便没了下文。 我看着落地敬礼他们的影像, 心里冷笑不止。 其实, 我应该感谢孙婷婷的, 毕竟, 如果没有她的出现, 那我可能现在还陷在吴凯的温柔箱里, 等到她摊牌, 我就真的晚了。 回到家里, 我只觉得身心俱疲, 不管是对忠于画上句号的婚姻, 还是对吴凯, 亦或是孙婷婷, 我除了累, 只有累。 接下来的事情, 没用我怎么操心。 一直到法院开庭, 我才在父母的陪同下出席。 让我惊讶的是, 吴凯他妈也来了, 但转念一想也合理。 他妈一直在老家, 我没怎么见过, 之前回去过几次, 但那种不让女人上桌, 所有的活必须要女人干, 生不出儿子就是不会下蛋的母鸡, 以及种种陋习, 让我很不习惯。 一开始, 吴凯还会问我要不要回去, 后来也就不问了。 眼下儿子离婚这么大的事, 他来也是正常的。 出于礼貌, 我打了个招呼, 伯母好, 没想到吴凯他妈瞪了我一眼, 阴阳怪气道, 哟, 咱可不敢当啊。 他哽着脖子, 话里话外满是尖酸刻薄, 有些老女人, 就是心里没点数, 我儿子可是高材生, 愿意娶她, 那是她的福气。 这么多年连个孩子都生不出来, 有什么用? 我看啊, 离得好, 反正我们是儿子, 也不怕。 转脸, 还不是找了个年轻漂亮的, 他高一声低一声地在法院门口喊着, 引了不少人围观, 吴凯脸上也有些挂不住, 他却没当回事, 说得更起劲了, 你拦着我干什么, 你要早听我的。 我早抱上孙子了, 吴凯他妈推了吴凯一下, 冷笑道, 你还不知道吧? 孙婷婷怀孕了, 我找人算了, 是个男孩, 年轻就是好啊, 能生孩子。 我父母原本不想多说什么, 毕竟都要离婚了, 今天一过, 两家人就没什么关系了, 可他不依不饶, 说个没完。 我父亲脸黑了下来, 我说老大姐, 话可不是这么说的, 你儿子婚内出轨, 搞出了私生子来, 还有理了。 男人嘛, 吴凯他妈毫不客气回对道, 谁还能一辈子都围着一个女人转? 真要是指着你闺女, 我们老吴家早绝后了。 我父亲在国企上了一辈子般, 从来没见过这么不讲道理的人, 气得直举巴掌。 哎哟, 怎么着? 法院门口, 你还想打人呢? 吴凯他妈哽着脖子, 就往我父亲身上贴, 手还一边招呼着, 都来看呐。 不得了啊。 法院门口打人了, 吵什么? 最后还是法院的工作人员出面, 这才制止了吴凯他妈的撒泼, 他扶着他妈进去了, 路过我的时候, 抿了名嘴, 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我知道他要说什么, 无非就是什么不想离婚之类的。 别, 我抬起了手, 都到这份上了, 就别说那种话了。 说完, 我就带着爸妈走进去了。 陈鹏证据准备得很充分, 整个庭审过程很顺利, 只是中间的时候, 法官还是给了调解的机会, 也算是走个过场。 进了调解室, 负责调解的法官问我, 皆不接受调解, 我还没说话。 吴凯他妈就先出声了, 不接受, 离婚, 马上离婚, 吴凯他妈毫不客气, 这种女人, 我们吴家不稀罕。 这话说得直白且无理, 法官皱了皱眉, 看向我, 不接受调解, 我淡淡地道, 我只要求法院公正审理, 让吴凯净身出户。 一听到我要求吴凯净身出户, 他妈就不淡定了。 你一个女人, 听什么要我儿子净身出户, 他暴怒地跳起来, 指着我鼻子骂道, 我儿子这么多年跟你白根了, 要净身出户也是你。 够了, 法官都听不下去了, 劝道, 你儿子是婚姻过错方, 净身出户是可以的, 就算要分一部分财产, 也得去得当事人的谅解。 却不料他话还没说完, 吴凯他妈一屁股坐在地上, 就开始嚎啕大哭, 你们都是一伙的, 欺负我们农村人啊, 什么过错方, 是他要离婚, 还要拿我儿子的钱, 都来看看吧, 城里人有钱有事欺负农村人了, 他又哭又闹, 再加上我跟吴凯的案子 又是事实清楚证据明确, 本来调解就是走个刑事, 法官也给气得够呛, 就到, 那就是说, 你们不接受调解了。 不接受, 吴凯他妈吐抹横飞道, 我绝不接受。 行, 那就等判决吧。 法官叹了口气, 怜悯地看了我一眼, 拿着文件离开了, 再次回到庭审现场, 法官再次询问, 双方的和解意图后, 就当庭下了判决书。 吴凯单方面出轨, 夫妻双方感情破裂事实明确, 吴凯净身出户。 这判决下来的时候, 吴凯脸色铁青, 他妈更是当场咆哮法庭, 但都没用。 我拿了判决书往外走, 送父母回了家。 资产公决书下来的第一件事, 我就请陈鹏吃了顿大餐, 当场就给了陈鹏10%的诉讼费, 他却没要。 陈鹏端着酒杯, 喝得比我还高兴。 我打去他, 这么大个律师, 10%的诉讼费高兴成这样啊。 陈鹏黑黑笑着, 宁心, 我是高兴, 但不是高兴这个。 这10%诉讼费, 我不要, 我就让你答应我一件事, 行吗? 我有些纳闷, 什么事? 让我请你吃个饭, 行吗? 陈鹏眨了眨眼睛, 笑道, 我心里一惊。 我跟吴凯这些年, 虽然花得不少, 但我赚得多, 又经常不在家, 还有个房子, 杂七杂八地算起来, 至少也有个三五百万, 换算下来, 10%的诉讼费, 也不是小数目了, 陈鹏大手, 一挥就不要了, 只要我答应他请客吃饭。 这意思已经很明白了, 可我和陈鹏从大学时候认识, 也十几年了, 我自认不是个迟钝的人, 却从来没感觉到他有这个心思。 或许是看出了我心里的想法, 陈鹏又端起杯子灌了一口酒。 从前我不敢呢, 陈鹏一边说一边笑, 那时候你雷厉风行的, 整个大学里都有名, 追你的人能从宿舍门口 排到图书馆去。 他伸手指了指自己的鼻子, 神色有些落寞, 我就是一个穷小子, 哪敢高攀啊。 况且, 就算我高攀了, 我们走在一起了, 我没钱没事, 没车没房, 就算这些都不论, 彩礼呢。 陈鹏红着一张脸, 轻轻拍着自己的脸道, 我是个男人, 我可以不要脸, 可不能让你受委屈啊。 我抿了名嘴, 当初吴凯也是没车没房, 什么都没有, 所以这些都是我家出的, 就连彩礼都是给了两千, 一丝一丝。 如今看来, 或许他从那时候 就没把我放心上吧。 所以啊, 我毕业之后 就拼了命地工作, 结果你却跟吴凯那小子结婚了, 陈鹏无奈地苦笑了一下, 我能说什么呀? 只能跟你说, 万一有一天你需要我了, 给我打电话。 我当时是真心祝福你的, 没想到你真的给我打电话了。 我当时别提多高兴了。 陈鹏絮絮叨叨地 借着酒精发泄道, 我现在可不一样了。 说着话, 他又把腰杆挺直了, 伸手在胸口上拍得啪啪作响, 我现在有钱了, 他有些喝多了。 动作不像之前那样利落干练, 反而有些歪歪斜斜地, 掰着手指头, 他一件件数到, 房子, 车子, 彩礼, 再加一个世纪大婚礼。 我都有了, 就差。 他顿了顿, 目光灼灼地盯着我, 就差一个你了, 宁心。 足足十一年了, 我能圆梦吗? 不知道还好, 知道了, 我更不好面对陈鹏。 他为了我守了十一年, 说不感动是假的。 可这感情太重了, 再说, 现在不是陈鹏配不上我, 是我一个离异带孩子的中年妇女, 配不上他。 我抿了民嘴, 推了他一下, 喝多了吧你。 说什么罪话呢? 陈鹏也不答话, 只是黑黑笑着, 朝我伸出手板, 那就百分之十的诉讼费。 少一分, 我跟你急呀。 我扑斥一笑, 打了他手板一下, 行行行, 财迷劲的。 两个人相识一笑, 都是成年人了, 彼此心照不宣就好, 没必要都说破了。 他的进退得体让, 让我心里挺不是滋味的。 但我也不想耽误他, 这样对他也未必不是好事。 可陈鹏却好像来了底气一样, 三天两头往我家跑, 送东西, 请吃饭, 就算我拒绝了, 他也不说什么, 只是笑笑就把东西提走了, 但下次还是会来。 我有些恼了, 陈鹏, 我以为我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 你没必要。 陈鹏抬手打断了我的话, 笑了笑, 你是说清楚了, 我不死心啊。 我这人啊, 就是老跟自己较劲。 打去世地聊了一句, 他把东西放下了, 行了, 你留着吃吧, 对孩子好, 我走了。 大热天的, 他愣是连口水都没喝, 就走了。 我站在门口, 挺着已经五个多月的肚子, 内心五味杂沉。 我相信, 陈鹏说的是真的, 他可能只是在为了当年的事情, 感到遗憾吧。 可错过了就是错过了, 我现在除了想安安静静地把孩子生下来, 什么都不想。 婚姻, 我已经陷进去过一次, 不想再来第二次了。 经过那次之后, 陈鹏还是照常来, 但从他的神色当中, 我明白, 他也在学着放弃。 转眼, 判决正式下来, 已经是冬天了。 我爸出门去了, 我妈陪着我正在家胎叫看书, 门口一阵吵吵闹闹, 我当时已经快声了, 但那声音实在让人烦, 我便放下书, 挺着大肚子, 老远就看到了吴凯他妈。 我来看我孙子, 你们凭什么不让我进? 离婚了怎么了? 他肚子里怀的是我老吴家的肿, 他三脚眼一转, 看到了露头的我, 更亢奋了, 顾宁心。 我告诉你, 孩子我们不会放弃的。 他蛮横地推了我母亲一把, 老人家给他推了个跟头, 我顿时火气就上来了, 你干什么? 我干什么? 吴凯他妈往地上一坐, 就开始撒泼, 我说你们欺负人, 欺负农村人。 我被他吵得头疼, 正打算叫保安赶人的时候, 吴凯黑着脸出现了。 他歉意地看了我一眼, 伸手把他妈捞起来, 冷脸道, 你来这闹什么? 宁心还怀着孩子呢? 谁料他这么一说, 他妈更气了。 你拉我干什么? 我这么闹, 还不是为了你们老吴家的种? 要不是你没本事, 找了两个女人, 一个不会生, 现在怀了, 一个怀了又留了。 现在也不能生了, 我不来找这个, 老吴家就要断后了。 他们一个农村老太太, 力气大得很, 和吴凯互相推丧起来, 吴凯脸上挂不住, 脸色越来越难看, 你别闹了, 跟我回家。 他伸手想去拉他妈, 结果他妈朝着我奔了过来, 狠狠撞了我肚子一下。 我一下平衡不稳, 摔了个屁蹲。 双腿之间, 一片失年, 我低头看过去, 血红一片。 然后我就没了意识, 不知道过了多久, 耳边隐约传来了医生的声音, 大龄产妇危险性太大了, 剖腹产吧, 危险性大。 我脑子里闪过了无数的想法, 拼尽了全力告诉医生, 保护好我的孩子。 兴许是上天垂帘, 我挺了过来。 被推出来的时候, 我早就精疲力竭, 双耳近乎失聪。 只听到医生大声告诉我, 是个女孩, 爸妈都在, 陈鹏也在。 唯一的遗憾是, 孩子被医生抱到了保育箱里, 我没能第一时间见到他。 劫后余生的感觉, 让我格外珍惜身边的家人朋友。 挨个和大家道了谢, 便又开始了昏睡。 整整一周, 才恢复过来。 一家子人聚在一起, 逗着我可爱的女儿, 父亲板着脸说, 孩子还没起名字。 我笑呵呵地向大家征集, 陈鹏笑着眨了眨眼, 不如叫顾新生吧, 重获新生啊。 这名字不错, 我母亲第一个举手赞同, 父亲却摇头说, 这名字不好, 没什么文化水平。 一帮人正闹哄哄的, 吴凯来了。 他看上去有点憔悴, 手里提了水果, 有些拘谨地站在门口, 轻轻敲了敲门。 伯父伯母, 我来看看宁心。 他一来, 所有人都安静了, 脸上都不太好看, 尤其我父亲吹胡子瞪眼就差把他生吃了一样。 你来干什么? 老人家明显地不高兴了, 谁告诉你宁心在这的? 吴凯善善善地笑了笑, 我有个朋友在这上班, 我托他帮我打听的。 说完他走到我跟前, 和往常一样轻声细语道, 你怎么样? 还好, 我看了吴凯一眼, 到底没忍心把他赶走。 是个女孩, 你看看吧, 怎么说都是孩子的父亲。 我们两个现在也已经离婚了, 有什么恩怨也该了了。 吴凯大概没想到我愿意让他看孩子, 眼睛一亮, 应了一声, 便凑过去看。 刚出生的孩子, 长得黑曲曲的, 又皱皱巴巴, 丑得像猴子, 吴凯却一边逗他, 一边笑得满脸褶子。 长得真好看, 他回头看了我一眼, 像你。 我抿了抿唇, 没说话。 他自觉有些尴尬, 也没多呆, 留下个红包就走了。 我本想推辞, 可吴凯走得着急, 也就无可奈何了。 打开红包, 我看到里面除了钱, 还有一张纸条。 对不起宁心, 我已经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但我求你, 别不让我看孩子, 如果可以的话。 我能叫他顾和吗? 家和万事兴, 我才明白这个道理。 我看了一眼纸条, 心里五味杂陈, 但毕竟已经过了这么久了, 情绪来得快去得也快, 我对吴凯从最初不相信他会出轨, 到后面失望, 存有幻想, 现在已经能彻底放下了。 他和我, 早就不是一路人了。 后来的日子里, 我一个人带着女儿, 吴凯偶尔也来看孩子, 但我从来没跟孩子隐瞒过 我和吴凯的事, 幸运的事, 女儿也很乖巧。 那年六一儿童节, 我和吴凯带着新生去游乐园, 看着孩子玩得不亦乐乎, 吴凯顿了顿, 跟我道, 我和孙婷婷离婚了。 我只是应了一句, 没多说什么。 吴凯见我没说话, 自自顾自地笑道, 他什么都要靠我, 可我只是每天上班就已经很累了, 回来还要照顾他。 宁心, 我现在知道了, 你当时应该也很累吧。 我抿了抿嘴没说话, 我其实不累, 现在爱情里的女人, 为了自己心爱的男人哪里会累? 会觉得累, 还是因为不爱? 这么想了, 但我没说。 我现在和吴凯唯一的关系就是孩子, 否则我恐怕连见都不想见他。 吴凯见我没说话, 也有些尴尬, 他摸了摸后脑勺, 你还是一个人。 嗯, 我大概能猜得出来他要说什么, 便道, 毕竟新生是个女孩, 找个继父我不放心, 况且我现在这样挺好的。 吴凯神色暗淡了下去, 苦笑道, 看来我没机会了。 这当口新生在不远处, 奶生奶气地叫我, 妈妈。 我朝着吴凯示意了一下, 就拿起纸巾走了过去, 给他擦了擦汗, 他玩得正高兴, 小手搂着我的脖子, 妈妈你和吴叔叔说什么呢? 我摇了摇头, 有些犹豫, 但还是认真问道, 新生, 吴叔叔和刘叔叔给你做爸爸, 你更喜欢哪个? 新生想都没想就开口道, 我都不喜欢, 我有妈妈外公外婆就够了, 说完他喝了口水, 就蹬蹬地跑回去玩了, 童言无忌, 却让我心里豁然开朗, 看来是我想多了, 孩子能不能健康快乐地成长, 和有没有父亲能有什么必然联系呢? 只要爱他, 不让他感受到缺乏爱, 就够了, 不是吗?